看得出来 看出什么呀 朋友们都喜欢听相声 没错 最主要的啊 喜欢咱们中国的传统文化 这话对 最近吧 我就研究咱们中国的传统节日 好啊 遇到什么这个不懂的问题啊 都喜欢向师傅请教请教 请教谈不善 咱们可以探讨探讨 问问您行吗 就是提到咱们中国的传统节日 首先您能想到什么 能想到俩字 哪俩字 麻烦 英文也是俩字 哪俩字 trouble 您这trouble是俩字啊 不俩字吗 吃蛙 抓 包包 没让您拼出来知道吗 是拼音是吗 这传统节是哪儿麻烦了 麻烦 我问问您 您过元宵节哪儿麻烦 你得摇元宵啊 过端午节呢 你得包粽子 过中秋节 你得做月饼 人家跟道乡村上班是吧 这叫什么话呀 怎么什么都您自己干呀 我自己不做 出门买去也麻烦 我再说一节日啊 没有吃的 您就说不出麻烦来了 没那个事 七夕 麻烦吗 七夕最麻烦 怎么了 七夕过不好 就是小清明啊 没告诉您 这都有同感 哎呦 小清明 俩人谈恋爱 谈不好就少一个 您说您都结了婚 您还说这话 他主要他得互相送礼物 这送礼物他麻烦呢 这愿您啊 不精心准备 假如提前准备了 到这天一点不觉得麻烦 是吗 那我就有经验嘛 那今天就是七夕节 我问问你 你说 你准备什么礼物了 我送您还是您送我呀 咱们俩互相送啊 不是 您什么意思 单身女孩 您要送我一单身女孩 谁说的呀 要是说我师父疼我的 对不对 哎呀 您想这副嘴脸 谁说要送你一单身女孩的 您不是说送我一单身女孩 这儿有一个单身女孩 你送人家什么礼物 这还用说吗 送我呀 送我 送这妹妹 送我呀 对不对 送那大姐 送我呀 送那大哥 送我就不太合适了吧 多新鲜呢 您别老说我 我问问您 假如您要送单身女孩 您送什么 那我肯定 送什么你师娘也不高兴 您这反应还挺快 我差点掉沟里 没别的意思啊 假如说 今天您跟我师娘第一天见面 刚认识 送点什么东西 我们那会儿 他不流行送东西 现在 假如说 见面了送什么 这不知道 主要看您预算是多少 咱们大的方方的 多少 三十块钱以内 我都没法说你 怎么 这么大演员三十块钱一里 三十块钱能不能送吧 也行 三十是吧 对 这个您送两碗炸酱面 你要送姑娘 一碗她就够吃了 一碗不行 怎么 一碗忽您脸上不解气 揍上了 那您就送三十 谁不急 我就三十块钱 非三十也行 这个送个首饰 三十块钱送个首饰 当然了 送什么呀 送一个假的铜项链 这铜项链就够山寨的了 还能一假的 三十块钱嘛 那跟人聊天怎么聊啊 怎么了 别人聊都这么聊 大姐 您这LV是假的呀 到我们这 大姐 您这铜项链是假的呀 我把我们家那车链子 拿出来了是怎么着 您别胡联系行不行啊 您就三十块钱 可不就送这个吗 我们那会儿 三十块钱可挺值钱的 三十能买什么呀 你上商场 能买一盒巧克力 现在三十也够买一盒巧克力 我们那还能买别的呢 买什么 买五盒饼干 两箱汽水 四根冰棍 你行吗 要没有监控我也行 偷啊 您三十块钱 我也做不到啊 没钱没关系 咱也有主意 什么办法 送真诚 怎么送真诚啊 情侣之间 送一个温暖的拥抱 又有爱心 还不花钱 那要是第一次见面 就跟人家拥抱啊 不是您第一次您就自己送自己一个拥抱 不是 满大街都是人情侣互相抱着 到我这儿 我这样吧 不是 对 对 对 没了 没了 影响世荣 您说就说您表演什么劲 是不是 你就这意思吗 我为什么这么说您 为什么呀 主要是想说啊 您对七夕不了解 谁说的呀 我问你 七夕知道是哪天吗 农历七月初七 大家伙都知道 您光知道日气啊 不算了解 说个故事 您就不熟悉了 什么故事啊 董勇七仙女 您知道吗 这谁不知道啊 知道发源在哪吗 这不太清楚 完了吧 江西新渔 那个地方叫仙女湖 是是 相传这个仙女湖呢 就是七仙女下蛋的地方 下什么 拿起话来就说呀 没错啊 下凡的地方 他们是那鸟变的人形吗 我记得 好 飞这么远 就为下个蛋回去啊 不是 从天上落下来 下凡 下凡的地方 这个七仙女啊 有很多的别名 还叫什么呀 有一称号叫毛衣女 对不对 我听说过 毛衣女 什么意思呢 什么意思 就是冬天下的凡 你要夏天下凡呢 就叫短袖女 行了行了行了 您别瞎说了 那毛衣女指的是 人家身上羽毛做的衣服 这故事不用说 大家都了解 是 问您点冷门的知识 您就不知道了 有什么冷门的呀 古代七七 有什么习俗 搞对象 不是 我说古代 古代也得搞对象 古代不搞对象 就没有现代 不是 我的意思啊 就是古代 互送个什么礼物 炸酱面 啪啪 不是 别那么样 你怎么会这样的了你 这不是根据你这思路吗 古代不送炸酱面 那送什么呀 讲叫送针 对 把这针呢 交到容嬷嬷手上 好 炸这紫薇 不是 不是 不是让您炸针去了 知道吗 不是炸针吗 不是 过去南庚女支 讲叫穿针 穿针 穿针引线嘛 是是是 有一个那个 那个七夕的习俗 就叫穿针 叫什么 叫这个 对 叫穿针洗脚 这个故事 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怎么了 穿针奇巧 还穿针奇巧 你要挖鸡眼的是怎么着 我记得穿针 穿针奇巧 这故事啊 也引发出一个 大家熟悉的传说 是吗 这都知道 就那个织女 跟牛男那故事吗 对不对 我想特别了解 这两页 我们倒是都知道 放一块就不太清楚了 这你怎么不知道呢 就是这个织女 跟人家炖着牛男 等着牛郎 把这牛给宰了 那这牛郎 那放什么呀 您教我的这故事吗 是我教你的吗 快板柳这句 这个七月初七 传说的 是一个天和配 这个牛郎织女 累双流 这词有啊 为什么牛郎哭呢 因为他把牛宰了 怎么老有这事呢 这不是你这意思吗 您了解 您直接说不完了吗 光这么介绍啊 不直观 还不直观 我的想法啊 咱们把这段演出来 那咱们演什么地方呢 初次相会 他们俩人初次见面 第一次见面啊 这可有意思 这样咱区分一下人物啊 可以啊 比较费劲 有三个人物 是 我来俩 你演谁啊 我来这个老牛跟牛郎 那我呢 织女 凭什么呀 不是 您长得好看 现在姑娘都大眼睛 你看 不不不 你比我年轻 你来这女 大家都比较喜欢 看你演织女 对不对 朋友们 李京老师演的好看 对不对 那我也不演 您必须得演这个织女 凭什么呀 因为这个相声界啊 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 什么规定 凡是这个相声演员 名字是俩字的 必须得演织女 那俩字的多了 李丁也俩字 你也俩字 刘英俊 把相声去了也俩字 您不能往上凑我 不是 这个相声界 还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 什么规定 这个名字是俩字的姓李 必须得演织女 你也姓李啊 不是 他还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 这个名字是俩字 姓李叫京啊 必须得演织女 你就说我非得演就得了 这点规矩给我一个人定的 您瞧瞧了吧 您演比我演好看呢 行行行 可以吧 就给大家展示这故事 这样啊 我演织女 我介绍一下剧情 你可以 咱们就从这个牛老 跟老牛偷看织女洗澡开始 这牛也偷看呢 你看不懂剧情啊 什么剧情啊 这是老牛看见才告诉的牛郎 这么回事 有一个经过才引出这故事吗 明白了 可以吗 这样您就在这个湖里洗澡 一会你这牛就过来了 我扮演牛看到您 可以可以 发生故事 咱们现在开始吧 您见哪姑娘这么洗澡 我没见过姑娘洗澡 你见过姑娘洗澡啊 就这么演吧 就这么演吧 你就做笔成样 我就完了嘛 别乐了 我这都秃了皮了 我看您高兴了 看半天了 赶紧给这牛郎送信去啊 有重要的消息 牛郎 告诉你个重要的消息 对 村头厕所可没纸了 这叫什么消息 仙女洗澡啊 对对对 告诉你个重要的消息 村头厕所有仙女洗澡啊 您家仙女待这地方 在村头厕所里洗澡啊 不是这院您知道吗 屋里洗澡 我刚演一会儿 俩角色够累的 您这不对那不对 我怎么演啊 这不是你自己挑的吗 那怎么着啊 我来这牛 您会演是怎么着 我演这牛 我看您怎么说 那当然会说的 牛郎 那边有七个仙女洗澡呢 你只要偷走一件衣服 她就是你的妻子 那我要偷走七件呢 想什么呢 赶紧给我道谢 然后找仙女去 就道剧情了嘛 谢谢老牛 去吧 让我老牛也洗去吧 这这这 等半天等一猪八戒来啊 那猪八戒 看您我高兴啊 你说这个干什么呀 向我表达爱意 对对 推展剧情 对对对 你看织女 你看我把你衣服偷走了 是不是可以跟我走了呢 凭什么呀 就这么个剧情啊 不是你是牛郎啊 是流氓啊 就是偷您衣服 你看偷我衣服 甭说你偷我衣服 你送我一个什么礼物 我都不一定跟你走 您说什么 你送我礼物 我都不跟你走 今儿都送那个礼物 你送我什么 送你两碗炸炸面 炸炸